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好,回到第二節,這一節講講我們的心意 我先來第二場4分1650米的泥土賽 看一看,這一組也有快馬,有軍越彎 另外,跟前走的馬,天長地久,甚至乎我覺得這次曾晨的很聰明 和瑞德福都會放在前面走 雖然說出馬不多,但希望這一堆放頭馬,令後上馬的偏差不要太大 因為第一節也講過,近來的泥地賽,經常後追的馬,追來追去 他好像只有榮冠大到贏,近這幾個月只有一隻馬贏得到 所以,看看這次怎樣 QT膽,看下去,我想最穩定的都是威勢之寶 今季跑過五場,全部都入三甲 馬房很厲害,有幾隻馬,喜之星,他,鑽之友,保羅威威這些馬,年紀比較大 休息一會,試一閘,就來搏一場 你看看他上一場,全黎爺賽那一場,他是怎樣跑 你預計他的預期都是比較後一點 戴著楊毛麵枯黃色衣服那一隻 前面快放得很開心那一隻,君月環,紅色衣服 後面,留意他,戴著紅眼罩的瑞德福,就是在一個極快的補足那裡 他又不散 威勢之寶,很容易記得他 為什麼呢,一追再追 一追再追,每次追當才厲害 但是,QT膽是很穩定的,Win真的要看一看彩數 因為,強如你說剛剛我們第一節講的金地飛客,都是得過追字 他威力熱流都是那些個個案 很記得這些碼,32233很多時候有他的份 但是,Win也要看一看,是否真的要這樣的形勢幫到他 你也可以留意這隻,紅色的銅眼罩的銅眼罩 都是得過追字 前面,那隻妙感放得很好,最後跟瑞德福差不多位回來 最後就,妙感就已經贏了,威勢之寶又恰如其分,第三名 看看側鏡 其實你計算你的妙感裡面賺了,瑞德福也很厲害 但是你這樣計算,威勢之寶,轉彎已經力騎上來 都在這個位置很厲害 不過沒有辦法,他跟金地飛客和威力熱流 三款,長中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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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勢不會變 因為那一貨1200米來地集 預期都留得更加厚 前面都可以留意那隻炮子頭 放在前面走小隻 沒給都贏得很輕鬆 威勢之寶這裡鬆下 在馬嵐裡面捐 不是扔出去 還有一隻實力指標 喜歡笑 在外碟那裡 都湧了一湧 威勢之寶現在才開始 踏著了一點 追回一點點 都是由馬可勝則 始終來地集沒有1600米給你看得到 通常都是1050米和1200米集 這貨集 告訴他們夠時間跑 你熱一熱身 都試得不錯 可以回來 還有很多時候後上馬 都未必會在市集上試了這麼多東西給你看 如果交了追射給你看 就不是後追馬 所以你說這場的對手 有快放馬 希望今次的軍月灣 可以再拉快一點 就幫得到他 今季都贏過的 很幸運 但是QT膽這些馬是穩陣的 Win我就不建議大家去買 但是連贏位2330 這些馬做膽 挺好去拖 選擇做膽 剛才看片都見到 垂得福今季 竟然不是谷草1650米 是食糊 田草1400米和泥地1650 葉楚行的部署都挺有趣的 但是他經常在快步速都跟得不散 上一場是谷草1650 就跟在前面走 輸給永益線 包尾回來 但是跟得比較快 看看今場 他好像 剛才看的那條片 跟著軍月灣跑 不要跟他燒 一燒就燒死自己 我覺得這場都有機會 因為用到潘頓 一燒 所有條件都配合了 我覺得瑞德福有一件事 就是谷草 你跑開擺前的馬匹 谷草有時候也有個形勢幫到手 有時候擺前面 吳到尾 或者更金輸給人的馬 尊貴是泥地 有時候泥地的形勢 更加利潛 就更可能這些馬 有機會賺到 潘頓剛剛星期三復出 我覺得三場 對他來說是未補得夠的 那兩天 氣死了 為什麼呢 頭兩關 即是頭兩次吃了 你知道嗎 第三四場 對啊 怎麼搞錯啊 接著我去到 大型萊沒有了 接著又中間仔仔 什麼 大型萊我都痛了 下一個又是沒有了 又是熱門來的 再到八步村雲 我想不會吧 但是你看到八步村雲的票 很堅固 很硬 因為輸了兩隻 回多三元 不會不會 真的沒有 我講了三元又不是講了十元 三元也沒有 最後再熱一點去開跑 我自己選馬 他有選過那一場 主動要選八步村雲 我想也是 但是你猜不到 頭兩場是這樣 吃得那麼硬 沒辦法 沒辦法 好鬥子 看看明天九隻馬 其實我想有隻炮子頭 凍住了 我想不會一場那麼少 應該不會 應該有些配合 看看大家喜歡什麼馬 有些人說 他現在要奮力開Turbo 要追雷神 玩什麼事 我們上個星期說過 今季的情況是八到十五場 好了 剛剛那個賽日十五了 到頂了 又要追近一點 現在欠十二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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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下了三 十二場 我想明天 莫雷拉和潘頓 都應該有馬 贏的 我想窄位上落 不會一個人獨大 那會不會 這樣算我搏雷神 比搏雷神好 因為我已經拉近了 但是雷神 我覺得他也會贏 但是 那條Curve還有水位 你去到九場那些位 就雷到 我們有雷神 對老實 今季見了很多次這些追逐戰 去到八場就 即是現在是玩三十和五十天線 總之又不要穿線 又要追回另一個 我明白了 看看有沒有什麼影響 給大家看到 再選擇 共創更好 這隻雷神座 其實不厲害了 今季馬房很多 無論你說自靠馬 自靠新馬 什麼威力東 甚至乎大風暴 他 跑下去真是一坨 所以 這次都試了很久 共創更好 上季打算有機會 可以掩枝大賽 現在落到四班 都得到近 不過 他尼地也尚算可靠 今季跑三次 全部都要入前四名 你看回他 今季中 跑1650米 那場尼地跑得如何 綠色衫 這隻 共創更好 在尾衫位置 前面方頭 那隻太陽旺旺 貼著他 後面 理想回報 再後面 紅眼炸軍炮 他跟著這隻灰馬 銀風神區 轉彎已經騎了 多大力 林美騎下去 你見他好像 舉報為奸 那樣追下來 那些勢又不是 一聲上來 他就追跌 他是很轟速的馬 我覺得他不是很強追勢 這隻在家樂駿區和自由無敵中間的往空上來 追下去 你看看 跟家樂駿區差不多位 這隻 那時跑田草千百米貝湯尾 那場排一檔 起步 進到最後直路 都是那段追势 都沒有什麼交給大家 但無論如何 他泥地的演出是被草地可求 看完側鏡 這場太陽旺旺就贏掉了 應該這樣說 我覺得 他泥了這麼多場 如果計算泥地是最要積上名的路程 他泥了其他的路程 全都沒有試過 差不多 他泥著那隻軍炮 押到那隻理想回報 理想回報都不是一隻聰明的馬 今季谷草千二號 泥地1650號 都是搏來搏去 都是搏不到的 回來 今場用雷神 其實已經計算了 盡了人事 看看能夠幫到多少 Win 都是不建議的 三雄彩 四雄彩 也是那些 你不選他 他會回來殺你的馬 加起來 茶禍 對 其實再選的馬 不是那麼多 還是想回風煙四起 馬房 告急的 他真的很慘 你看回馬房的馬 拼得密的一定厲害 沒有賽程 迫著去泥地流鼻血 包勝 這麼多場 衰檔 今次撿過好檔 退出 風煙四起 跑來跑去 又是撿過外檔 馬房那些自購馬 徐鵝萊 發達先生 還有海天一色 都要拿出來了 都要拿出來了 馬房貓如果可以給他報名 都拿出來跑去搏 因為 你計算 差九場頭 現在去到第六十三個賽日 二十五個賽日追九場 就是說你十天要贏一場 談何容易呢 但是 電腦還要玩一玩 又撿過外檔 你看回上一場 撿過外檔的演出是怎樣 那一場是榮貫大道後面追上來贏的 沿路三帖都是預期的 道理來加個外檔是天作之俠的 放在這個位置 幸好泥地的圈在裡面騙到手 後面又是外檔馬 安又跟著他 但外檔榮貫大道是近這幾個月 追得最好的 壓過僅存的 這個流後而贏得到的馬 你看打下去那隻馬 不是說這麼多 前面迎風進區就帶掉了 打算到了 嘩!那隻頭側側追上來的 是必和你多厲害 另外 榮貫大道打下去 亦都交到很好的反應 最後就是跟安幼 架起那些位置差不多回來 厲害又不是的 但是 本身的泥地性能也是有的 反而這場車前倒後 有隻天長地狗 撿了個眼罩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晚上的時候沒有眼罩 可以回來 這次剛才富仔說了一個變數 除了眼罩 因為上一場忽然間 無緣無故弄一張眼罩 對他來說又沒有幫助 重戴半眼防沙眼罩 希望能幫得到他 其實原本我想選天長地狗 不過我看一看蔡奇表 不是啊 富仔 五月二號五月三十號 五月二號有場五班的泥地千八 五月三十號有場六十到三十五分的四班千八 那你在四班博 好像沒什麼渣拿 現在四十二分 那你這場近也不行 那你要減那兩分 我覺得這場要輸的 如果他的部署要下五班 當然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我就是這樣想 既然難度是高一點的四班 那你對著這堆馬 我覺得沒什麼勝算 寫難取義 不如減那兩分 所以呢 先把封煙四起進去 看我這場的推介 4號威勢之寶做膽 腳拖 2號瑞德福 1號的共創更好 還有5號 封煙四起 好可以回來 富仔 好了 我的精選第一場 就選了3T的次關 第五場都是泥地的賽事 楊師兄 我選了三班千百米的賽事 看這場賽事 出的馬匹不多 只有十隻馬 先找到比較快馬 雖然泥地是比較利潛 但也要看看 部速形勢是怎樣 快馬方面 我覺得有3號的紅運精彩 數下去是動力飛鷹 再下去 10號的大鵬走 這三隻馬是比較有潛速 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我認為106磅的黃鎮旗 大鵬走 排二檔 理應這隻 因為很大機會 放在前面放頭 因為之前巴道試過一次 排九檔放在前面放頭 出來的時間都做得不錯 1分47秒多 那時候輸給哈哈巴巴 這場賽事我都選他走頭 盛載這隻馬 雖然在你的路程 沒贏過馬 但他要先上個名 成立跑法主導 超輕磅 差很遠 貴尾 你現在用了10磅的騎士 真的有用 幫很多馬 幫輕很多負擔馬 我覺得這隻大鵬走 盛載剛才說 如果形勢方面 泥地比較利潛 那麼輕磅 希望他輕輕輕輕 贏不贏 我都不敢告訴大家 但是三甲 如果形勢這麼有好處 我想三甲應該沒問題 因為近來泥地真是很利放頭 我永遠老海記得 潘頓三場泥地贏了 那天 說盈里進馬 比到死不死 都要放在前面 他知道那個形勢 真的差很遠 那一場也挺難追 盈里進馬剛剛說過那場也挺難追 王英大師打到哪一邊都斷 都要第二名回來 膽點選選大鵬走 次選方面 我們看看大鵬走 那條片 他一去片 那場對手也挺強的 鐵欄就是大步走 三甲有隻軍炮 四甲就是共創更好 這一場就是巴道發揮過一場 看到他放在前面來說 形勢方面之差 其實背著113磅都算輕磅了 放在前面推下去的時候 都走勢不錯 你可以看大外檔的威力熱流 就告訴大家 今季的泥底有多難追 哈哈 這隻泥底都很好追 又是這樣 打下去 追一點追一點 就是3344 威勢之寶也是這個例子 但他又真的很準 所以我自己覺得 他現在113磅都可以跑到第二 做時間也不差 今次是106磅 我想沒什麼快馬搞他 情況下 進來三甲機會也挺高的 好 可以回來 次選方面 就選了一隻 剛剛來香港 跑過兩場賽事 就是5號的逍遙節載 你有沒有對這隻馬有什麼寄望 我只是覺得 他的修身情況 還不是很理想 外地人的蟑螂地 這次試試泥底 看看會不會馬上可以 跑長一點好的 我自己覺得這隻馬 剛剛來香港第一場賽事 我挺驚喜的 因為他那場輸給威信 靚子晶 其實我不要說威信 上到二班是怎樣 但這隻馬對著這兩隻 靚子晶 威信 三班能力也有足夠證明 因為始終你說 初出跑1650 摘場 他撿過不太好的檔 轉兩次彎 其實有機會這些馬 是適應不了 再加上場地上 又要上車 這些都很欺負馬 但是我覺得他第一場的賽事 真的反應得不差 後面追回來第三 其後再出的話 齊寶敦也不放手 繼續去吧 給了150米 他跑谷草千八 那場發揮好像一般 看看形勢 他跑得如何 留在一個比較後一點的位置 現在在卓喬飛道的旁邊 那隻就是蕭蕭折載 其實上一場都是這樣跑 不過這裡看到卓喬飛道 撞一撞他 進去裡面突然沒有位置 那隻馬 齊寶敦也沒有騎過 然後那隻南海賊 不能騎 南海賊 跟聲明判官也是不多 已經瘦了 所以都沒有跑過 我覺得這隻馬 只要這樣算 當是被人受影響 沒有發揮過 還是記住在威信那一場 這場主要是跑泥地 還有我想說 這一組我剛剛星期三 挑選歡喜心 也是這個例子 中段有馬走 還有這一組的千八米賣強 海利多 勝利仔 王者在燕 明月光 那些都是三班很硬的馬 剛才我們看到 找不到外面 找入面 再被那隻 穿橋飛道一個 韓兵獎 那就沒有了 那你不會因為名刺後 對啊 最主要的是 拿回他三班的能力 我覺得這隻馬來到香港 跑兩場都已經可以上名了 這次轉過人來 楊師兄剛才也有提及過 這隻馬在愛地的時候 都跑過的膠沙地 是可以贏到一些 千七米左右的路程 看回他跑千八米 你應該是應付到的 所以我覺得 旗步都沒有騎 給一下羅利 近期炒飯哥 所以我覺得 值得去試 那隻和平開心的 炒來炒 方家派應該挺痛的 剛剛星期三 兩隻馬 短距離 被人 棄走 十幾倍 所以我覺得次選方面 可以試試五號的蕭葉節載 第三選 近期也跟蕭葉節載很相似 今季跑了兩場 也是三月份才開始跑的 就是王者勝利 王者勝利 今季第一場 1650米用 潘頓後面已經追得好 誰知道 再出的時候 潘頓就騎不到 換了偉大 鋼得很好啊 偉大那場 很好 真的很好 現在有人想說 從季中開始 偉大的發揮 幸好有很多 我有一些 看衣服 我看衣服 真的看衣服 那你試試看 黃色那件和這件 這個會比較好 OK 我們看看上一場 偉大的發揮如何 你不禁讚嘆 大師兄回來 這隻 橙色衣服 挖手多久沒見 真是季尾階段賺體力 你看一下 轉出去慢慢移 跟著那隻 鑽色飛龍 看到這個望空的時候 其實偉大公司的手腕 拉推的時候 這隻眼睛交到了 前面那隻眼睛都會走掉 後面還要交到追勢 大外檔那兩隻 情趣 你熱流一下 其後情趣再出 都可以頂到第三至四 我覺得這一組都挺好的 還有偉大 他真的很少用鞭的騎士 他今季 你看回我的直鏡 他用鞭 他用鞭的 因為我想 年紀方面 令他的體力 不是 他用鞭的 體力會差一點 所以他 這裡 看一個直鏡 你看他打了多少鞭 很少的 看側鏡 你數一下他打了多少鞭 這裡是望空 還沒有 還是反手的 出外面那隻 分鞭 傻騎 他很漂亮的 這隻手做的動作 很漂亮 不過現在的馬 很難再弄 都還沒有打邊 最後那二百 分鞭 轉手 一邊 兩邊 三邊 這樣 幾下 有一個 還有偉大有一個動作 現在這個動作 看到嗎 他打之前會用鞭 其實這個動作是很好的 因為他被指令 馬 你再不加速 我就打了 可以回來 所以其實偉大很多時候 都有這個手勢 我記得 在N年前 跟偉大做一個訪問 當時我在後面的貼力 他講過一件事 是 他很喜歡用鞭 那 那個人就問 那你不用鞭 那隻馬 哪裏 他說那隻馬有 想打鞭 還有 其實打少一些鞭 對鞭的穩定 這個是偉大那套 你放在羅里亞和潘頓大佬 你叫他們打少一些鞭 其實偉大這個理論 是很合理的 我們現在提到 很快就說 巴基之星 現在是誰 蘇兆輝 我真的擔心 不是的 今天我跟網友聊天 看到我們第一節看的復習 大家都說 糟了 好像變了一個燙山戶 到底會不會 最後是誰 會不會出事 因為你上一場 其實他都在玩 對 不停了 看看他跌到 到底是莫雷拉 蘇兆輝 還是蔡明照 還是誰 還是他跑得回 也不知道 但他真的經常都在想 是一個事實 其實最怕的是什麼 剛才說的 偉大 有勢的馬真的不需要打 你給他訊號 他已經知道 但是怕是什麼 打太多 反而打壞的馬 這是最忌憂的事情 但是他真的是 一隻很聰明的馬 我記得很久之前 看過一篇稿 他就說天才與白癡 什麼叫白癡呢 白癡那些馬 是否也很厲害 跑得很好 很準 然後重磅也跑得好 輕磅也跑得好 總之超越自己的負荷 就是鬥心好的馬 他就為之叫蠢的 厲害的馬就是巴基之星 我不做 他真的有事想 他真的經常給大家一些驚喜 希望 現在港隊的代表 買少見少 今次的貨集給個合格 乖 乖 乖 男者勝利 體力上有機會賺 所以 跑千百米的泥地賽事 真誠飽 不是看他最近的走勢 給他150倍都可以 所以第三隻馬選他 最後一隻馬 就選了威力熱流 剛才也有看過影片 後面也是追上來 他是那些3344的馬匹 你要他贏 你真的要看你跟他緣份到不夠 到不就贏 要不然你3344也要選他 今次強配用了莫萊拉 蘇布羅加莫萊拉 今季的奇劣組合 真是賞命率多於失敗 但我不敢放這麼前 就是 上一場的賽事 就是王者勝利那一場 發現血管內大量血液 其後操練上也算是一般 但也很快出來比賽 19天而已 我自己覺得 如果血管大量多血的馬匹 你讓他休息吧 沒有賽程 1800萬是到300萬 你數一下下一場 1800萬是何時 就知道為何他這麼急 所以這件事就是 沒辦法 他急得要出 但是我自己覺得 健康上的問題 人也是 你也要偷 所以換了莫萊拉 是好一點的 再加上評分方面也差不多 可以下回73分 射程範圍之內 不過你要選去Win的話 大家三思而後行 剛才看到走勢 3344 所以我自己選 看看莫萊拉會不會變魔術 因為年紀進步 想到五班183檔 那我就放前 第四選 無緣無故上來 這隻威力熱流如果可以這麼破格 怎麼會放呢 挺有趣的 不過我也是覺得 是一些三紅彩 四紅彩 那些穩困的配角來的 好吧 看看富仔選什麼馬 這場 10號大步走銀頭 拖5號的蕭搖節載 2號的王者勝利 4號的威力熱流 另外也可以選一選三些配角 試試八號的榮貫大道 剛才楊師兄也補充過 最近後面追上來夜馬 就是數一數二是這隻榮貫大道 在四班賽事方面來說 當然好 但上來三班 這個路程上是贏過的馬 但問題上來三班 過往試過五次 五次都落地 這次也沒有用大師傅 用了梁家俊 想看看發揮如何 不過 泥地性能 路程上來說 這隻馬是準的 所以有3T配計給大家 好了 今節的時間來到這裡 稍後跟大家說說另外兩場推介 沈cill廠